本節目是由虛相聲之贊助播出 Hello,我是從不影戰的GM 今天要來跟各位討論的 是史上最強控球後衛Top10的排名 這邊要特別強調一點 那就是這份名單不包含任何上古時期的球員 像是Bob Cousy, Jerry West, Oscar Robertson 一律不會出現在這支影片裡 原因我在直播時已經稍微提過 不是說他們不強,而是年代實在太久遠 許多籃球的規則和打法早已和那個年代相差甚遠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我決定直接取消他們的參賽資格 除此之外,在介紹球員時 我會省略一些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常識 聊一些我個人對他們的看法 有些甚至只有負面的評價 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強 事實上能排進GM的10強名單 對他們而言已是至高無上的榮耀了 OK,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主題吧 相信我,如果可以的話 我絕對不會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但他的個人榮譽實在太多 多到你無法去否定他的地位 9次全明星賽,一次MVP 9次年度最佳陣容 3次助攻王,2次得分王 更重要的是,他比9RMB還會搶籃板 儘管他的防守從未獲得任何獎項的肯定 可是他單防隊友的能力,絕對不容忽視 Westbrook永遠是場上最拚的那位球員 他關鍵時刻的各種腦衝和驚人的失誤效率 讓他永遠像顆不定時炸彈 不是不爆只是時候未到 我知道看到這邊,一定有很多人感到不滿 NBA助攻第一人,超級第一人 憑什麼只排到第9名的位置 Stockton的豐哥尾業,這邊就不再贅述 我想用剩下的時間,跟各位解釋 為何我沒有把他排到更前面 首先,Stockton是名單上唯一一位 在他職業生涯裡沒有成為MVP前五候選人的空位 或許你會說,Stockton一直都是Malone的副手 還不進前五自然也不意外 然而並不是副手就一定沒有機會 Penny Hardaway、Tim Hardaway、Gary Payton和Jason Kidd 他們在那個年代和Stockton一樣都是扮演著輔佐的角色 但事實證明,只要有實力進入MVP前五的討論 絕非天方夜談 翻開Stockton19年的職業生涯 他不曾在任何時期贏得聯盟第一孔的封號 他所創下的紀錄都扮來自出賽次數的累積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無法把Stockton排在更前面的原因 我曾不否認Nash前十空的排名 還在第幾才是該討論的問題 論個人成就,他有兩次MVP 同時他也是180俱樂部裡最常出現的球員 如果說我前面否定Stockton的理由 是因為他沒有MVP 那我又憑什麼把Nash排在這麼後面? 首先,他的防守絕對是名單裡最弱的那位 沒有之一 然而對我而言 他沒能帶領球隊打入冠軍賽 才是他只能排在第八的根本原因 當年的太陽 有Almari Stoudemire Sean Marion Boris Diao Leandro Barbosa 這樣的陣容放在任何年代 都是足以角逐冠軍的球隊 可是Nash卻始終無法帶領太陽 突破西區決賽 多年後的今天 我們經常可以聽到Nash當年的球峰有多好看 跑紅戰術如何改變了NBA等說詞 但事實就是 D'Antoni和Nash的組合 重看不重用 不要說冠軍戒指 就連冠軍賽次數至今都是0 Chunsey Billups 綽號Mr.Big Shot 個人認為他絕對是NBA史上最被低估的控球後衛 和Nash一樣 Billups屬於較為晚熟的球員 一直到了輝浪時期才展露頭角 和Nash不同的是 他沒有兩次MVP 就連最佳陣容都沒有進過第一隊 但他有的是Finals MVP 和Back to Back的冠軍賽經驗 在他加入球隊的第二年 國塞就以爆冷門的方式 擊敗當年不可一世的胡人F4 6年的活塞生涯 他沒有一次錯過冬區決賽 之後被交易到了金塊 他又立刻帶領球隊突破一輪游的魔咒 直到西區決賽才敗下陣來 中冠Billups 17年的職業生涯 他在季球賽所繳出的數據 不論是PER、True Shooting Percentage 和Winshare都能排進空位裡的Top 10 這邊順便補充一點 那就是Winshare是靠場市所累積出來的數據 而Billups是用第五多的出場次數 換取第二高的Winshare 他的生涯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那就是Winner 手槍戰術的創始者 AKA聯盟第一控球後衛 從當初那個坐領高薪又無法正常出賽的賠錢貨 到如今Finals MVP的熱門人選 Chris Paul僅用了兩年的時間 就徹底扭轉了輿論風向 不管今年太陽有沒有風亡 管理階層都勢必要拿出最大的誠意 讓高齡36歲的他好好養老 光是這一連串的成功操作 就注意讓他排進這份名單裡 回歸正題 Chris Paul從不缺個人榮譽和數據 可是每到了季後賽 他都會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輸球 撇開他今年在季後賽的表現 Chris Paul只打過一次戲區決賽 當然這不一定都是他的問題 但身為領頭羊 他需要扛下的責任自然比隊友多 Chris Paul的優點 是他主宰控球這個位置的時間較長 而季後賽的履歷 則是他無法進入五強的原因 連續九年的防守第一隊 唯一一位拿下最佳防守球員的控球後衛 說好的Glove 凡是被他盯上的球員 都會像被戴上棒球手套那樣 被牢牢的控制住 就連Michael Jordan也不例外 別的不說 我們先來看9596年的Jordan 在季後賽所繳出的數據 那年的他 平均每場可以拿下30.7分 4.9籃板 4.1助攻 命中率是4乘6 這些數字都不算差 可是當我們把Jordan的數據拆開來看 就會發現在對上超音速時 Jordan的數據有明顯下滑的跡象 其中又與命中率差距最大 降低了超過6個百分點 三分球更是從4乘4掉到3乘2 我不敢說這一切都是Gary Payton 的功勞 畢竟超音速總教練George Carl 一直等到第四場 才讓他去守Jordan 在調整防守策略後 除了籃板沒有任何改變以外 Jordan的所有數據 對比前三場都有很明顯的落差 值得一提的是 Jordan在第四場和第六場所繳出的命中率 是他所有打過的冠軍賽裡最差的數據 然而Payton不只是一名防守漢將 他還擁有史詩等級的背框單打 不論是以大吃小或是以小吃大 都難不到他 如果真的要挑一個他的缺點來說 那就是Payton的平均助攻次數不高 他的球風比較像是加強版的Chuncey Billups 繼Oscar Robertson之後 聯盟最強的大三元製造機 許多2015年才開始看球的觀眾 對他的印象只有教練的部分 受到籃球Youtuber們的影響 大家都誤以為他的戰術修養很差 時常把球員養壞 一言不合就要把誰打翻 殊不知他早在25年前 就已經在達拉斯把三角戰術練得如火存心 到了鳳凰城後 他曾一度取代Justin Timberlake 成為超級男孩的主唱 即便是在演藝圈的誘惑之下 Kid依然沒有放棄自己喜歡的籃球 籃網時期的他 成功帶領一群蝦冰蟹將 連續兩年打進冠軍賽 當年籃網的先發陣容 分別是Kerry Kittles Keith Van Horn Richard Jefferson Keynian Martin 先發中鋒則是Todd McCullough 和Jason Columns 這些球員加起來 一共在NBA打了66個賽季 卻只有一次入選明星賽的紀錄 這樣的陣容換成任何一位空位 能夠打進紀錄賽都算是奇蹟了 更不用說總決賽 和其他球員不同的是 Kid並沒有因為自己的成就而不是進取 投籃一直都不是他的強項 可是到了他生涯後期 Kid卻可以把外線練到比兩分球還準 回到達拉斯後 他連續三個賽季都繳出了4成以上的命中率 與熱火的冠軍賽 他的防守經驗和穩定的外線輸出 都是獨行俠最後能脫穎而出的重要關鍵 說到NBA最強持人 你會想到誰呢? Larry Bird, Magic Johnson, Michael Jordan 他們都是最常被點名的球員 然而除了歷史地位以外 這三位還有另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他們都分別是IsaiahThomas的手下白將 86-87年是活塞輸給賽爾提克的最後一年 事後只要是在季後賽遇上Larry Bird IsaiahThomas一律是劍一次打一次 說活塞是賽爾提克王朝的終結者 一點都不為過 由Michael Jordan所率領的公牛 更是不曾贏過巔峰時期的活塞 其實是在冠軍賽與他打成平手的Magic Johnson 論戰績其實也是略戰下風 需要補充的是 如果當初Thomas沒有在88年的冠軍賽 第六場扭傷腳踝 那麼活塞很有可能是NBA近代史上 第一次完成三連霸的球隊 聯盟最強神射手 綽號上帝的右手 兩次MVP 三次Finals MVP 勇士第一大腿兼精神領袖 這些都是五年資深有迷公認的事實 而我最近配Curry的地方 是他關鍵時刻的投射能力 每到了季後賽 我們都能看到他挺身而出 在勇士需要他的時候 替球隊超前或追平比數 許多酸民都不願意正視Curry的成就 認為他的一切都要歸功於體系和陣容 卻忽略了Curry打順風球的威力 翻開他季後賽的生涯數據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勇士領先超過10分的情況下 Curry的有效命中率高達6乘1 其他時候的命中率則是5乘4 廢話嗎? 贏球的時候表現比較好 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這個東西 也可以拿出來嘴 退訂了 退訂了啦 沒錯 不只是Curry Kobe和LeBron的數據也都有稍微下降 但他們兩位的差距 加起來還不到Curry的一半 Kevin Durant就更不用說了 贏超過10分的時候 打得比平常還要差 由此可見 Curry的實力有多強大 你可以不喜歡他 但你不得不尊重他 但你不得不尊重他 But Magic Johnson排在第一位 應該是這份名單裡最沒有爭議的地方 出到極巔峰的他 新秀賽季便拿下了Finals MVP 在他的帶領下 無論幾乎每一年不是冠軍就是亞軍 12年的職業生涯 他只錯過了3次冠軍賽 他氣候賽的助攻次數 至今都還是聯盟第一 如果不是因為人與人的連結 所產生的副作用 讓他被迫提早退休 現在我們所討論的GOLD 很有可能是Magic 而不是Jordan 之前有觀眾在直播時問我 以Magic當年的技能包 放到現在還會一樣強嗎?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 然而以Ben Simmons為例 他光靠防守和快攻 都可以是明星球員 我想不出任何Magic比不上他的理由 同時Magic令人詬病的外線投射 隨著經驗的增長也有明顯的提升 這一點我們從他生涯最後的兩個賽季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會不會是聯盟第一控不知道 但可以確定的是 他保底也會是明星球員